今天中国海油发布消息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首艘原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 海洋石油122浮世生产储泄油装置在青岛完成船体建造 我国深水超大型海洋油气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实现突破 这里是青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经过17个月的建造 这个集园由生产 存储 外出等功能于一体的海上油气加工厂的船体主结构完工 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海洋石油122由船体和甲板上的功能模块组成 最大直径约90米 主甲板面积相当于13个标准篮球场 最大排水量达10万吨 最大储油量达6万吨 可连续在海上运行15年不回物 为适应恶劣海况 海洋石油122船体采用了双层底设计 由123个分段组成 包括41个独立舱室 总重达27000吨 由于船体均为异形分段 各分段重心安装等相互制约 船体合龙后 主尺寸公差需要控制到25毫米以内 对空间规划 设备管线布置 精度控制等提出挑战 海洋石油122下一步将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明年建成后将服役于珠江口盆地的流花油田 为我国深水油气田经济高效开发提供全新选择 明年建成阶段